HELLO 大家好 我是卓越教練 今天我將帶大家來認識 了解一下2020台北馬拉松 半城馬拉松的路線 有什麼賽事的特點吧 首先我們現在人在起點的位置 也就是台北市政府 今年起點跟往年很不一樣 我們會從台北市政府出發 往仁安如的方向前進 就讓我帶大家來認識一下 今年賽事有什麼特點吧 跟我走 我和人們一起去玩 試過 看我的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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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半碼路線也同步更新 首次在賽段中加入總統府的路線 大家記得在凱道上看到攝影師 別忘了跟他打招呼 我們現在位置在中三條的地方 大家記得上橋前要調整你的跑步姿勢 頻率加快一點步步小一點 才可以避免在上坡變成步兵喔 我們現在來到中列池 這個時候配速跟補給非常重要 大家記得配速不要太快 亂得自己正腳 我們先進去吧 半碼路線大約到18.5公里的時候呢 我們準備上到麥帥二橋 這個時候特別要注意的是你的上坡跑姿調整 記得頻率快一點步步小一點 來應戰接下來的2.5公里 我們現在在麥帥二橋的位置 這邊也是半碼終點前造數2公里的位置 那這個地方大家要非常注意的 就是麥帥二橋下坡的時候 可能會讓你的肌肉有點快抽筋的情況 大家記得在跑姿上可以稍微調整後仰一點 來應付最後2公里的路段喔 那記得這邊也是全馬跟半馬的選手 會在這邊匯集 大家要記得注意自己的安全 往重點繼續前進 Yay 我們抵達終點啦 今年半碼路線的終點呢 就會在南京東路上的 這個富邦銀行正前方 就有個半馬狗門 大家記得帥氣沖線完啊 要往前領完你的衣保物資之後 記得要前往最重要的 也就是暖身場 暖身場會有一系列的一個嘉念華人活動 歡迎大家一起到終點來共襄盛舉喔 MING PAO TORONTO MING PAO TORONTO